第十二頁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 還是粉紅本 第十三頁 這是第一首歌 你們今天上完鍵盤班的第一首歌 你會彈的第一首歌 這首歌叫做 你是我的陽光 只有右手 這是你今天 剛剛講的那些都是你回去的功課 這是第一首歌 你是我的陽光 但是我先把他講一下 他的高音譜記號四四拍 然後第一個小節第一個音看到沒 他有一個毛毛蟲在那裡 那一個音是修指符來的 修一拍 修第一拍 第二拍才進來 叫修指符 rest 第一拍 你聽聽看這首歌應該怎麼彈 第一首我來示範給你一下 一二三四一 蘇 Do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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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二、三、二、三、四、停 这个是你们的功课 有几个收纸 还有一个在后面一行 修两派 所以注意 修三派哦 最后一名 最后一行的第一小节 最后一行的第一小节是修两派 还有一个第一行 第三小节有一个生蕾 所以是边含黑剑 生蕾 第一个应该是首都 G,C,D,E,E E,D,E,C,C C,D,E,F,A 没有没写 你不要唱歌 更乱了 你不要说 你也不要唱这个 你不要唱 你不要唱 这个手就是谁 手就是第一手 所以第一个是第一手 有的是十星的 有的是黑 那是第二堂课会讲 第二堂课会讲 第一个音 这个中央是首 这个 因为它是这个 首 然后第一音 首 首 D,D,O,D,E,E,E 他怎么在中央是第一个音 指法 他讲 第一个音 首就是G 对啊 第一个是你 G,C,D,E,E,E 没错啊 是,我其实说是首 在第一,E 你自己 confused别人 你刚刚叫人家不要用唱铃 现在又叫人家不要音铃 我是两样都讲 让他们自己去决定 他唱的时候不能唱 D,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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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啊 他就是嘛 对吧 我现在两个都唱一遍给他听 他要爱哪一个哪一个 对吧 因为的确是 你刚刚早上已经讲了音名 又讲了唱名 你不能说 现在就不要这个又要那个 那不可以 你 confused 人了 对吧 我是建议我两个都说 我两个都说 什么都说 然后让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做 对吧 对 还没有对齐 对 我要回家把这个123和那个ABC 对齐 对 对 所以他要谈一谈 我谈的时候 其实是想和GCDE 就是说哪个键盘代表的数G 代表的是C 哪个数G 对 我像第一堂课 我都有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们的 怎么谈 他会发一个视频给你 因为他照着有我手指在怎么谈 所以我现在会示范一次给你们 到时候牧师就会把这个视频发到你们的群里 你看了我怎么谈你就怎么谈 我现在示范一次 一二三四一 Sol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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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Re Mi 2 3 Fa Re Re Mi 4 2 3 4 今天他一定会去放一个视频 刚刚有问题 我们问一下对执法 为什么有的时候 那个同一个音还要换手指头 有那个 Mi Mi 的那个 对 他要方便你下一个小节 这有没有规律吗 没有规律 但是他建议你这样做 是为了方便你弹下一个小节 要不然你的手指不够用 对 对 你不换的话 因为你这个不换的时候 你这个 你就不好弄了 他发的那个视频 你就看出来我的手指有变换 等于你看了我这个手指怎么弹 你就会知道怎么弹 这个 这个是上他的 这个作曲人的决定 跟我们没关系 作曲人他做这首歌 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们今天回去有好多功课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个课很紧呢 因为你十六堂课 你要是跟上了 你就会学到好多好的好多东西 就像学姐她说的一样 对 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根本跟不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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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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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谱在那边 你一下子也没有办法把他完全 记忆抹杀掉 一开始可能还会 reliant他一下下 但是你就心里面知道 就是说 海英老师说的 我尽量的不用尽量的就是 尽量的就是特别是从第二堂第三堂慢慢 以后往下走的时候 你真的不能reliant到那个简朴的想法 因为要不然会真的会confuse 对 现在第一第二堂还行 还可以暂时依赖他一下 特别可以依赖他帮你谈一谈 像这种你是我的阳光还能依赖一下 但是到第三第十堂以后真的不行 对 这样可以吗 我尽量我们尽量我们的责任就是尽量把我们 我们所知道的全部说给你们 然后你自己用哪一个方法合适你 我不知道啊 你自己决定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Mary 你以前也是有简朴的knowledge 对不对 要不说一说你后来是怎么样能够把它放下来 就是简朴的话 看那个无限度的时候会容易一些 无限度对我来说比较难 嗯哼 对 实际音笔 对 实际音笔 实际音笔 这是学姐们的commen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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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些特别是头一堂课第二堂课 第一第二堂课 有些东西你真的是需要实际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 但是你前面的一步一步来 对吧 那你到了第三第四堂的时候 你的简朴是不是会影响到你学的这些这些音名啊 嗯 基本上那时候学开始学和弦的时候 我就记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记 哦真的 对 因为一二三四一三五C和弦 比方说一四六F和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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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讲完了怎么搞的 他讲了一半呢 他跟我一样 ok 因为这说我们从那种 你让他讲吧 嗯 因为从比方说C和弦 嗯 他说C1G 对 C1G对我来说就非常抽象 嗯 就是你要说一三五 那对我来说就是都是很很容易的数字 对 一三五 它都是基数三个基数 那F和弦就一四六 这样的话我就用这个数字来记了 所以到和弦的时候还是会引用到简朴的一些东西 对 只是说在第三堂的时候不希望把这个 就是第三堂讲到十二大调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就是怕会把他们confuse 对不对 对 就是说只要他知道说C和弦 他就知道说C就是一 对 一 对 对 F和弦的时候是四 F就是四 对 是 这样 还是 亢獎 是 是 是